飞机起飞时 飞机起飞时就像一只展开翅膀冲上蓝天的大鸟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 渐渐远离地面 飞机降落时 就像一只扑向地面上捕食猎物的大鸟 精准地触碰到跑道 结束它的飞行旅程 飞行途中 乘客可以通过窗户 欣赏到白云和蓝天交织的美景 仿佛置身于梦幻世界 飞机是所有交通工具当中 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它就像一只大鸟在空中飞翔 快速地将人们货物送往目的地 虽然飞机飞行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的安全性很高 无论是商务旅行 还是探亲访友 飞机都能让人们更轻松快捷地到达目的地 飞机带给人们许多的方便 并且节省了人们的时间 它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使人们能更快速地抵达遥远的地方 飞机是人类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科技发明 它是人类一向伟大的发明 每一趟航班的背后 都凝聚了无数工程师和飞行员的努力和付出 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 福祥是我的邻居 也是我自小的玩伴 它有两颗大大的兔子牙 让它笑起来显得特别可爱 每次我们见面 它总是带着阳光般的笑容 让人感到很温暖 即使我们偶尔有小争执 它也总是第一个来道歉 化解所有的不愉快 福祥是个心地善良的男孩 脾气也很好 每天傍晚 我们就会一起到游乐场玩乐 或比赛骑自行车 他非常擅长骑车 常常在比赛中领先 但从不会炫耀 偶尔妈妈出远门工作 我就会去福祥家里小住几天 福祥清除我的喜好 每次到他家里留宿 他都会提醒他的父母 准备我爱吃的食物 他家的温暖 让我倍感亲切 我很幸运 又福祥这个小玩伴 陪伴我一起长大 他总是乐于助人 不论我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会在我身边支持我 我们约定会永远珍惜这份友谊 直到永远 在我上小学的一个星期前 妈妈买了一个大大的小熊 铺满送给我 妈妈送这个铺满给我 目的是要灌输我储蓄的概念 让我从小就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零用钱 小熊铺满的肚子又大又圆 头上有个小洞 方便我头前进去 他还有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时刻盯着我 十分可爱 仿佛在对我说 快把你的零钱存进来吧 铺满的底部也有一个用橡胶封住的小洞 当我需要用到里面的钱时 就可以打开风口 拿出里面的钱 有一次 我积攒了一些零用钱 想买一本我心仪已久的故事书 于是开心地从小熊铺满里取出存款 感受到存钱带来的满足感 小熊铺满不断地向我微微笑 像是在召唤我把钱投入他的大肚子里似的 每当我投入一枚硬币 铺满就会播放一小段的音乐 这音乐仿佛是对我坚持储蓄的奖励 让我更加乐意每天存钱 每天上学前 我会先将一小部分的零用存入铺满里 日积月累 看到它逐渐装满硬币 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我很感谢妈妈送这个铺满给我 帮助我学习如何规划每天的消费 并且养成存钱的好习惯 每次看到小熊铺满 我就觉得自己正在为未来储备更多的可能性 一天 爸爸给我带回来一个新朋友 这个新朋友是一只可爱的小乌龟 我一见到它就觉得特别有趣 爸爸把小乌龟放在地上 它就慢慢地爬行着 因此我为它取了一个名字 慢慢 慢慢地四肢粗壮 还有坚硬的外壳 它的硬壳凹凸不平 像足球上的花纹 每当它爬动时 那些小小的脚步 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仿佛在与大地悄悄对话 它的头部 尾巴和四肢都有鳞片 还能缩进硬壳里 当我悄悄慢慢地硬壳时 它就会把头部 尾巴和四肢都缩进硬壳里 像是在玩捉迷藏 十分有趣 慢慢是两栖动物 当我把慢慢放进水缸里时 它就趁机沉入水底 任我喊破喉咙 都不理会我 有时 它还会在水里 优雅地游动 像一位小小的潜水员 我只好用慢慢 喜欢吃的空心菜和饲料 来引诱它浮出水面 看着它慢慢靠近 食物的样子 真是既好笑又可爱 虽然我的这个新朋友 不会说话 也不理睬我 但它可爱的模样 还是让我忍不住喜欢它 每天 我都会和慢慢一起 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看着它悠闲地游来游去 感觉非常快乐 文尼是一个热情善良 常常笑容满面的女孩 她总是不求回报地 帮助同学的行为 深受大家的赞赏 她的笑容如春风般温暖 总能让人感受到 她内心的真诚和善意 不管是在学习上 还是生活中 文尼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 文尼乐于助人的性格 使她的人缘非常好 朋友也很多 她从不挑减事情的大小或轻重 即使是帮忙别人做事 文尼的态度也是认真的 她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绝不马虎 曾经获得她帮助的人 不胜枚举 无论是借项题 铅笔 还是回答一些复杂的问题 只要是她能力以内的事情 她都非常乐意帮助他人 有一次 班上有个同学 生病无法完成作业 文尼主动提出 帮助她抄写笔记 让她安心休息 虽然文尼的成绩并不优秀 但是因为 她常常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 因此 老师常常夸赞她是好孩子 老师也要同学们 以文尼为模范 学习她乐于助人的精神 文尼真诚地帮助他人 从不要求回报 每个人提到她时 都会称赞她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小天使啊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 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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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